能够带到加拿大台湾人权集会跟台湾社区来建立的支援高知生律师 跟所有在中国的政治犯 其实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政治犯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习近平的白手套 所以我们在支援高知生 我们其实在支援所有的中国人 高知生本来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中国律师 他可以享受所有的财富 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的宠爱 但是他为了毫无人干讲话的法隆功的 他说不害了他的法律 为什么不再起来用中国的法律 用中国的法庭来替他们讲话 当然这个是他最大的罪 你不可能用中国这个光明啊 这个装饰品的法律 你不可能用中国的这个奴才的法庭 来争取人权 尤其是由共产党决定 你要死 你已经死了 那个开庭完全是一个演戏 而且非常丑陋的悲剧 所以因为他的良心 因为他的勇敢 高知生也最后也下劳 已经关了那么多年 其实我听说今天有这个活动 我还仔细想过 我还不知道高知生死 还是还关起来 还是怎么样 所以共产党 其实希望把你的名字 完全一个抹掉 把你的人生 完全一个隔离 从人间 所以我们今天 纪念高知生死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向 在里面的这些回来 告诉他们 我们没有忘记 高知生 你不可能把良心的人 永远关在你的黑牢 所以我今天 希望我们用我们的声音 来大大的喊 高知生这个名字 学放高知生 学放高知生 好 ' 好